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加游行 各式军乐队 风笛队和鼓队一共100队 中观场面让民众拿起相机不断拍照 我们今天桥界有中华民国农光联谊会 跟中华民国特务金人学会 组的两个团体来参加 那这个是彰显我们桥界参加 组的社会活动一个最好的例子 多伦多勇士节游行活动 自1972年以来每年举行 面怀二次世界大战 为维护世界和平自由而牺牲的军人 还有人存活的老兵表示崇敬之意 也对现役军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表达感谢之意 这次亚洲参与的国家 还有南韩和越南 而台湾队伍虽然没有鼓乐队助阵 但整齐画意的步伐和气势 不输给其他队伍 更难得在国外 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随处飘扬 感谢之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